1937年初安,马不方的马家军起兵,因为成功打败将万西陆军而营造一时。 其实,马家军得力,不过是完全近战天使地利人和,并非红军就完全对付不了他。 在此之前一年,红军就有人打败马家军,皆是以三千五百人打败一万女马家军骑兵。 这是1935年10月的事,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,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武器镇。 红军到达武器镇,第二天早晨就传来了敌情,敌马不方的四个骑兵团约万人向红军追击而来,先头传去武器镇只有二十余里。 马不方的骑兵速度快,冲力大,且大多是土匪出身,各个骑术高明,刀法精湛,红军进入闪盖后,曾经吃过他们的不少苦头。 毛泽东得知敌情后,说,我们进到苏区,绝不能把敌人带进来,必须把这火敌人打掉。 此时红军加在一起,只有七千多人,全是步兵,其中还有不少伤病员。 毛泽东把尖敌的任务,交给了彭德怀。 彭德怀接受任务后,立即与李富春政委,彭雪峰参谋长一起拿前沿阵地朝看地形,制定了作战的方案,并清零前线指挥。 为了保卫党中央,彭德怀只调了一半的部队,约三千五百人进入阵地。 红军多数人不知道该如何打骑兵,战前彭德怀叫人,把戒灭骑兵的战术编成歌谣,向战士们传唱,敌人骑兵不可怕,目标又大又好打。 牌子枪快放瞄准他,呈见敌骑击倒下,一丝说打。 骑兵,要采取火力密集的战术,瞄准敌人后,要立即快放枪。 然后,彭德怀立即将部队埋伏在一个四周有山河土岗,中间微平地与沟客的地区。 当日上午八十许,远处防尘弥漫,敌先头部队一个骑兵团冲进伏击圈。 彭德怀把手一挥,下令,开火。 红军几时挺轻重机枪,在两面小山上同时打响,喷吐着火舌,走向敌群。 无数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响。 一时之间火光冲切,带片横飞,炸得敌人人羊马发,鬼哭狼嚎,飞飞向来路撤去。 这时,红军一个早已埋伏在出口的纵队,又出其不意地展开攻击。 第一个骑兵团,很快就被消灭了。 过了不长时间,敌人的三个骑兵团,又向红军扑过来。 部队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改变了战术,有的隐蔽在山上,有的隐蔽在土坊上,还有的隐蔽在沟壑里。 敌群兵到了山前,土坊下,无法展开速度,方回不了威力,到了沟壑前也一筹莫展。 红军则马上采取密集的火力射击,这把目标大,又不会握党,敌人无法躲藏,伤亡重大。 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四时,敌人又几乎一个团被见面,剩下两个团慌忙逃走了。 这一次,彭德怀用三身五百人的步兵,预计万名骑兵进行作战,兼第一个团进五千人,缴获了数百匹战马,上千只枪支,马刀与大量弹扰,并把红军从极端危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。 后来有军事研究者说,这样的胜利,在中国和世界军事,啥都是少见的,这需要的不仅是勇敢,更需要智慧与高超的指挥才能。 战后,毛泽东特意副师一手,赠给彭德怀,上高路险勾身,骑兵任命纵横,谁敢横枪勒马,唯为彭大将军。 马家军围定西路军民造一时,但是,彭德怀始终有绝招对付他。 后来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,他再一次将马家军打了亏不成军,私下逃散,连许室友都说,西路军统帅若是换上彭老总,说不定就可能不会全军覆灭。 谢谢大家。